開車幫忙 大家好 我是Andy老爹 很多車友新手駕駛 特別是女生 他們留言跑來問我說 老爹你的路邊停車很好 但是我是新手駕駛 我要在轉彎的時候怎麼去抓 就是跟車子的一個相對位置 因為他們怕可能開車的時候 前方的保桿車側 在轉彎的時候都會去撈丟 我想說這不是很簡單嗎 但是後來想想也對 很多新手駕駛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買了車之後 你對這個車子前方保桿的距離 車側的距離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我們找一塊空地 在一個空曠的場地上 我們請一個你的朋友 站在車頭的位置 然後告訴你現在他離車子有多遠 然後你把這個位置給記住 我們請我的朋友先來示範一下 我們請這個同事 現在到車頭的右前方 差不多離車子約末50公分的距離 然後請他的兩隻手告訴你 他現在離車子有多遠 現在差不多50公分 再靠近一點 30公分 30公分 你的手要比 對呀 20公分 然後10公分 20公分 好 這個就是這個人現在離車子的一個相對距離 你後退我們30公分 我們抓一個比較安全的保障 保險的一個距離 就30公分 然後請這個同事呢 開始往你的右邊移 移到左車頭 離30公分的位置移到左車頭 好 來 這時候呢 我們請這個 就是說你在抓這個距離的時候 你看這個人 離你車子的距離有多遠 來抓記住這個感覺 然後再往 就是來回走個兩三次 來回走個兩三次 有沒有看到 你就可以知道說 好 我現在的車頭呢 離這個人差不多約莫30公分 我覺得也不要再近了 再近有點危險 還是幫你自己留一個遊客的空間 我們再請同仁走一次 走到左邊 來 往左 這時候呢 好 記一下 離你的左前方的保桿 差不多30公分的距離 約莫是這樣子 所以下一次你在穿梭 這個巷弄 或者是你要下一些百貨公司 停車場的時候 因為那個距離感 因為空間整個設計的關係 你比較難抓這個距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牆上都有很多的刮痕 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用這種方式 來了解一下前方的物體 牆或人 來跟你車子的一個距離 把這個大小把它記住 然後抓一個感覺 然後我們再請同仁到車側 到我左邊的車側 有時候來 車側離大概50公分的一個距離 車側離一個50公分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你再請 來 沿著車子繞一圈 那個攝影師 來拍他 來 50公分 這樣是50公分 然後移到右邊 右轉的時候 死角比較多 右邊 50公分 50公分 然後你手一樣要比 手一樣要比 來 對對對對 好 50公分 然後你再繞一次 5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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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繞一次 就是說你把這個距離給抓住 你差不多就可以知道說 我離這個前方的牆或人大概有多遠 我們用這種方式 來記住 用腦子記住一下這個影像 就是說大概抓一下 但你不要說抓得太緊 那個可能是直接車手在做的 那我自己的話是用這種方式 因為每部車 它的這個 好 謝謝 好 因為每部車它的車頭相對位置 可能開起來感覺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首次要熟悉這部車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參考這種方式 包含後面也一樣 如果你的車間是沒有後面的倒車顯影的話 也是可以請你的朋友站在後方 然後你告訴你 你用後視鏡去看 比如說我現在離 30公分 我現在離 50公分 把這個距離 這種距離感給記住 這個相對位置給記住 下次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喔 我離車子有多遠 剩下就是在你轉彎的時候 你要去及時判別 因為車子會動 這個時候就沒辦法交的 就是要憑感覺 去抓你車頭的相對位置 你在過一些小巷子啊 像弄穿梭的時候 隨時要注意看 左右兩側跟左右兩邊的一個後視鏡 隨時要去看 這個是一些開車的小美感 分享給大家 我是原料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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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